今天的冠军霞龙周的村 二周村 各位朋友 大家好 在端午節前後 很多條村都會做龍蒜飯來吃 今晚我來參加吃龍蒜飯的這條村 就是剛剛在端午節下午獲得南海村同村比賽 所獲得冠軍的二周村 和很多其他村一樣 二周村的村民很多都是房東 龍蒜飯又可以被稱為龍蒜飯 它就是豬三角地區的一種傳統民間風俗 因為疫情的關係 蔡龍舟和龍蒜飯已經停了三年 今年可以說是震撼回歸 在很多條村都可以見到千人吃龍蒜飯的盛景 每條村吃龍蒜飯的時間都不同 一般都會在龍舟比賽的前後 吃龍蒜飯的懸意 原本就是慰勞那些爬龍蒜的建議 在不少廣東人的心目中 龍蒜飯就被視為神聖之物 寓意一種好耳頭 吃過龍蒜飯 一年都會封條雨順 五谷封燈 爬龍舟和吃龍蒜飯 一直都是端午節期間最盛大的活動 今天爬龍舟的冠軍村 二州村 他們龍蒜飯的標準是828元一圍 有不少村的龍蒜飯的標準是500至600元之間 這個標準可以算得上是比較高的標準 在廣東每條村都是一樣 吃龍蒜飯一定是到會和在室外吃 DIE在處理著盆線 聽聞今年的龍蒜飯 每個村都派人進行系統學習 還是煮龍蒜飯的 一定要去學習幫忙 南海規定的 一定要炒龍做龍蒜飯 全部都要去培訓 即是有傳統的 今年規定 不可以亂煮 今年規定 今年才開始培訓 千萬不要少看南潘順的農村 生活條件分分鐘好過大城市的人很多 在二州村這裡有一個網紅廁所 村裡的廁所都不差 南海的二州村只有兩百多人 不超三百人 但今晚的龍蒜飯宴開三百圍 距離吃龍蒜飯還有一段時間 帶你們看一下二州村周圍的環境 這裡就是村裡免費的一個兒童互動中心 它的名字叫做奇妙水岸 進來奇妙水岸就是小朋友的世界 裡面的裝修顏色以粉紅色為主 所有的水上項目和娛樂設施 全部都免費對村民開放 說真的就算在廣州 免費的水上項目不多見 真的很羨慕住在這村裡的小朋友 再看看這間學校 在廣州市內很少見到這麼漂亮的學校 這間學校是一間公立學校 現在如果想進來公立學校讀書 全部都要經過耀號 對所有的小朋友都是一事同仁 非常公平 參觀完周邊 接著再回來吃龍蒜飯的現場 今天下午所得到的冠軍旗和獎杯 全部都放在主席台 拿到爬龍州的冠軍 就是整條村的至高榮譽 夠了威呀 很多村民已經埋位了 龍蒜飯即將開始 吃龍蒜飯的環境就是這樣的了 坐在室外沒有空調 就是要這樣的環境才有氣氛 龍蒜飯也可以理解成為 好像我們慕名見伯的年齡 認識的、不認識的朋友都可以過來參加 每圍桌坐10個人 828元一圍包含酒水 飯後甜點就是每圍桌一盒蛋撻 試試也放好上桌 828元一圍包含酒水 龍蒜飯要吃,龍蒜酒也要喝一點 現在我們所看到的 就是二周村在不同年份 所獲得的爬龍船的冠軍獎盃 這麼多年來 一共有五個冠軍獎盃 都不簡單 龍蒜飯是村民和村民之間 和村民和外界之間的 一種全新的溝通聯誼方式 在吃龍蒜飯的同時 等會還有鬥鑣 龍船上的大紅花 和一些其他龍船上的物品 都會以鬥鑣的方式來鏡頭 我就很喜歡這個胡佬仔 開始吃龍船飯了 看看今晚冠軍獎盃的龍船飯 有什麼好想 首先上來的就是湯 白翅雞和燒肉 大鍋煲出來的湯 一點都不麻煩 夠火後很好喝 無雞不成宴 這麼重要至日 又怎能少得到一隻好雞呢 白翅雞配燒肉 先做雞翅 雞質非常不錯 燒肉 也是龍船飯必有的菜式 龍船飯所吃的主要就是它的氛圍 每圍桌都有半隻燒鵝 皮就不太化 肉和汁的味道不錯 吃龍船飯就不可以以大酒樓的標準來要求 現在向每圍桌敬酒的人 就是村內的龍舟協會的人 多謝大家對他們的支持 瑤柱肉絲爬截瓜 這道菜在很多廣州人的龍船飯當中都會出現 九王、紅蘿蔔絲、瑤柱和獸肉絲 一起做成的蜆灑在截瓜上面 非常野味 利息龍船飯 這碗飯一定要多吃幾碗 龍船飯一定要吃 村內的人說 吃了龍船飯後 就會身體健康一切順利 每個都來什麼 芋頭扣肉 下面墊底的就是生菜膽 這道菜的味道得到一致好奇 芋頭又粉又綿 扣肉烘得入口即化 芋頭和花肉一起入口 香到不得了 大家一起來感受一下冠軍村的龍船飯的氛圍 是不是特別熱鬧一點 拿到冠軍 全村的人都非常開心 這個冠軍是全村的榮譽來的 白卓蝦 村民和村民之間借著吃龍船飯 大家互相溝通、互相聯誉 好不熱鬧 市汁蒸盆� 每個人吃龍船飯的時候都身水身汗 但是大家樂在其中 吃線要打媽吃 好事成槍 市汁的味道 好有家的味道 就是家常市汁的味道 老吃龍船飯一定要 這個菜 名菜叫什麼 好像沒有蛋白 真的是龍船菜 真的龍船菜 有龍船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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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龍船菜 這個就是龍船菜 龍船菜 而且放在咬線 可以做賣 飛學多久 飛熟的 飛熟的 有ços 這個花生 一定要排水 而裡面都可以打通口 好 很好 這個就是師傅 酒樓的師傅 這個菜就是 climbing 員工 中國IN 朋友 多找點 發財奏手 豬手是酸甜的味道 每人都要吃豬手 吃了就會發財奏手 菜膽冬菇鱗魚球 不要少看這些圍餐的鱗魚球 自己搭出來的 入口有魚的鮮沉味的香 龍串飯雖然是村內的普通圍餐 就圍餐來說質素算不錯 在吃龍船飯的同時 就開始了鬥鑣 其中最受歡迎的 就是從龍船上拿出來的一條背帶 聽聞如果鬥鑣拿到這條背帶的話 家裡的媳婦或老婆 就很容易生孩子 而且生的全都是男孩子 所以這條背帶特別受歡迎 這條背帶的起頭價 就是388元 想生孩子的人都會不惜代價 投到這條第一條背帶 看看最終可以多少錢給投得 和花落誰加 2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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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千 8888 3千 8888 1千 3千 8888 3千 888 888 希望投到那條背帶的男士 今年可以早生季子 吃了龍船飯之後 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好像龍一樣威猛 今天的視頻 在冠軍村二州村吃龍船飯 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我喜歡分享我生活中的點點滴滴 如果喜歡我的視頻 記得關注我 多謝你們的支持